职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你以为扫地阿姨需要你的帮助 可实际上扫地阿姨才是真正的隐藏大佬 你可能每天会抽一小时的时间来健身房锻炼 可扫地阿姨却每天都要在健身房工作八小时 虽然他们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 可他们的身体里却隐藏着恐怖的实力 这本应该是常人眼中的幼儿园亲子活动 结果在他们这里却变成了专业大佬的才艺展示 看着熟练的刀法和犀利的墨镜 一看就知道大哥是混造上了 至少也有帮老婆做饭十几年的恐怖修为 反观其他家长那生疏的刀法 在他面前像极了刚出道的小杯 当然职业选手也并非无所不能 即使你有着强大的实力 也有可能会在某些领域不幸翻车 就比如健身博主孙良轩为了给老婆拿大冰箱 决定驾车前往山东去参加快乐向前冲 比赛之前他曾放出豪言 之后他又用强大的实力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 本以为这场比赛他能够轻松拿捏 却没想到当他走上跑步机的那一刻 可能是因为倒计时还没开始的原因 节目组又给了他一次闯关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地闯过了第一关 本以为他能够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结果他却倒在了第二关 看完他的表现后 我才明白那个用16秒拿到大冰箱的小哥含金量 到底有多高了 假如让你来参加这场节目的话 你认为自己能够闯到第几关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